四个人死亡 二十二人受伤 那么今天法院特别传唤了 警大的教授要来厘清 这个讨论一下 看看郑杰到底还有没有可能 接受教化的可能性 或教授形容说 郑杰他就像是已经罹患了 癌症癌末的病人 矫正的难度很高 而且他目前改过向善的意愿 非常的低 甚至是还在法庭里头 连续三十次拒绝回答问题 态度依旧相当猖狂 在台北捷运造成 四死二十二伤的郑杰再度开庭 他在月台拿着双刀 像死神一般的恐怖场景 还是历历在目 法院传唤帮他做教化 鉴定的警大教授沈胜昂出庭 期间律师不断暗示郑杰 到底有没有矫正的可能 教授则是维持一贯回答 经过十一次访谈 发现难度相当的高 而且要耗费大量社会资源 郑杰改变的意愿又很低 眼看情况不对 被逼急的律师继续套话 说郑杰是被媒体给妖魔化了吧 其实他还算是个有人性的人 但检察官马上反呛 表示是人才能开庭 这是基本常识 要律师停止抽象假设的问题 最后沈教授才说 郑杰就像是个癌末病患 要不要救他 他无法决定 法庭内唇枪舌战相当激烈 甚至当检察官问 有关案发当下的问题时 郑杰更是连呛了三十次 拒绝回答态度相当嚣张 在忠目睽睽之下犯了这种滔天大罪 我们国家还好像在找一些理由 在帮他脱罪 所有的他都拒绝回答 那我不知道他这个犯意 犯后的态度这样子是 是好还是不好 死者家属看到郑杰的态度 都相当不以为然 整个案件已经进入尾声 郑杰究竟是深还是死 判决快要出炉 记者方长一夜伟林程如群 新美市报道 郑杰 谢谢大家